各位骑游大家好 这里是波根的西洋体 我们今天来分享一盘非常精彩的对局 这盘对局是在第41届奥林匹克团体锦标赛上的对局 持白方的是等级分2700分的特级大师 希洛夫 持黑方的是等级分2500分的立陶宛国家第三名 因为黑方的名字是立陶宛语言 这边我就不方便多说了 好让我们直接来看对局吧 白方走起王前兵 黑方回应王前兵 白方走起了骑士抓兵 黑方走起了保护兵 希洛夫这边走出了主教C4 典型的意大利开局 而这边黑方有几个主教套路 可以走主教C5 而这边他选择的是骑士F6 骑士F6什么想法呢 立刻攻击14兵 而这边攻击14兵 白方有一个非常修悍的套路 就是这个NG5 直接一个骑士才先手 打F7兵 这个打F7兵在很多 未成年或是麒麟不高的选手中 常常因为F7兵而苦恼之间被打穿了 好比这边如果一个H6兵的话 白方会之间一个敲 因为主教给骑士生根 骑士之间抓后代先手 一个抓双 所以这个局面下 也不能只有小兵H6保护 那如果是皇后一系保护呢 那也是不行 因为只要骑士敲掉 或是主教敲掉 不管谁敲掉F7兵 黑方都是无法吃回来的 所以这边最正朴就是只有冲第5 回应他 顶住他 而这边冲完第5之后 西洛夫选择的是 之间中心兵交派 而这边通常比较好操作的套路是 选择骑士抓主教代先手 先把这个意大利开局的危险的主教先进行交换掉 而这边有可能怎么形成对局呢 有可能是主教打先手 他主教挡住之后 他如果主教挡住之后 可能是交换掉主教 如果兵挡住的话 就只剩交换兵之后 主教回到家 这是一个非常正朴的开局变化 但是实战中 黑方所选择的是 不是NA5打这个讨人宴的主教 而是选择了骑士第5 这部骑士第5看似寻常的一个吃掉小兵 但是会有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这么寻常的骑却不是开局第一节 而是NA5呢 因为如果选择骑士第5的话 白方有一个套路非常雄狠 而这个套路也是这次西洛夫 在这次比赛所采用的 骑士敲F7 抓双 气骑士硬抓双 这个先手黑方可就不能不吃了 如果逃后的话 白方只将获得城堡 如果逃宝的话 白方只将获得皇后 所以这边黑方只能接受这个气骑士 但各位其友应该就会想说 那白方为何要气骑士呢 就是为了这部骑 皇后F3 这部骑什么思想 这部骑所想的就是 利用皇后攻击国王 主教跟皇后同时配合威胁骑士 这里可就不能再随便躲亡了 如果选择走王狙霸的话 白方之间就要把黑色戳穿了 主教敲骑士 皇后如果再敲的话 那白方之间就挤不杀 把黑王戳穿了 就算这里你选择的是党主教 也直接被白色给戳穿了 那这边黑方的王 如果如果他选择往中心回退呢 也是不行 白方之间一个获得骑士 拿回来之后 这个损失骑士完全拿回来了 而且还多么一只兵 所以这个局面下 黑王可就非常尴尬了 可是不能退1-8 也不能退G-8 那如果殿后呢 殿后也是不行 直接获得骑士 把骑士拿回来 还多获得一个兵 而且皇后有根 根本不用怕 所以这个局面下 黑帮的唯一最佳证解 只有国王硬着头皮 爬到16保护骑士 而这个就是 意大利开局 弃掉F7骑士的主要思想了 是什么思想 就是弃骑士 换得一只兵 但是让你的黑王 永久的 滞留在中心 为了保护这只骑士 你的王必须要付出非常严重的代价 而这个局面下 就是白帮为何要弃骑士了 因为白帮未来 会开始对这个中心 美路保德王 开始施加各种压力 好 让我们继续看对局 白帮立刻 开始对这个被牵制的骑士 立刻进行挑战 而黑帮也只能 硬着头皮 什么想法 骑士过来 给骑士生根 同时一个 摸C2带抓双 这边比较正常的 招法是 主教回弹B2 主教回弹B3 保护C2兵 但是西洛夫 也可能是他的赛前准备吧 他居然走来部A3兵 这个A3兵 可就非常的神奇了 这个不是白名 给黑色抓双吗 那西洛夫到底想什么事情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白方接受抓双 黑方必亡 这边跟各位骑士讲一下 要必亡三个选择 F1 E2 跟D1 就算没有赛前准备过 也会频关练走D1 原因很简单 因为准备要 城堡来E1了 好 继续看下去对局 黑方选择的是骑士敲城堡 诶 那这样看起来 到对局到此10回合 白方可不是 净丢两只武器吗 又损失了骑士 又损失了城堡 那到底西洛夫 在想什么事情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现在西洛夫选择的是 先交换骑士 直接一敲 好 先把刚刚切的骑士拿回来了 这个骑士拿回来 白方可 这个骑士就非常危险了 准备要闪击了对吧 现在准备要闪击了 轮到黑方了 黑方为了趴这个闪击 选择的是国王先避开先手 但是这个避开先手之后 轮到西洛夫了 西洛夫的好奇开始出现了 第一次 好奇啊 直接看准黑王滞留中心 而且看准了黑王在白色的主角 一只 未来还有第二只 加上骑士 加上皇后 未来连城堡都要过来支援 这个黑王真岌岌可危 反观 反观黑方的这个A8城堡还没出动 H8城堡根本没机会出动 F8主角也暂时不能出动 反观整个局面下 各位应该发现 整个棋盘只有骑士过来吃城堡 这来就是黑王非常的孤立无援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而这个时候 黑方选择的是尽快将武器复活 邀请交换 好 但是这个交换还是不行的 因为若交换的话 皇后之间吃过来 白色就要把黑王戳穿的 所以轮到白方 白方不急 骑士也不讨论 你想交换就给你换 他选择的是城堡一晚 对局到此 各位既有应该发现的吧 白方已经将几乎大部分的武器 都跑过来攻击黑王了 反观黑色呢 反观黑色 这只A8城堡无法复活 这只H8城堡根本没机会复活 这只F8的主角也没办法复活 而这只骑士吃了城堡也无法复活 这个黑王真的太危险了 所以实战中 黑方他走了一步 小兵比武 他什么想法呢 想把你主角给引开 只要你主角引开 他的主角就可以吃这个骑士带先手 威胁给皇后了 好 各位旗友这边 有发现一部很强悍的旗吗 是的 西洛夫发现了 骑士B4 好奇啊 骑士B4是什么想法呢 是一个腾挪技巧 什么腾挪技巧 腾开C6格 跟骑士皇后进行配合 准备要来威胁黑王了 只剑把主角给牺牲掉 所以实战中 实战中 他选择 黑方选择的是 接受白方的弃主角 让我们来模拟一下 如果黑方不接受这个弃主角 而选择主角到D7 主角到D7 保护这个C6格呢 有办法吗 也是不行 因为黑方依然会出事 白方只要看准了主角离开 控制D5格 白方就要直见皇后D5将军 国王闪开之后 皇后继续吃兵带将 准备合之后 就直接黑王之间被戳穿了 所以实战中 黑方也只能硬着头皮 把这个主角吃掉 他想说 就算给你将军 我的黑王就望里残针 躲在D7格 感觉也是安全 当然也是不行 因为黑色的王 一旦被打到D7之后 各位其友应该有发现了吧 白方最后一只 最后一只的武器也要加入攻击王的行列了 是的 主角G5 一个先手 之间让黑色的王跟Hope之间被戳穿了 这里黑方还继续挣扎了几回合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黑王躲开之后 白方一个直尖敲后 现在黑色的王 别说还活着了 现在连黑色的武器都快被戳穿了 好 让我们继续看对局下去 黑方选择的是把宝吃掉这个主角 好 黑方吃完之后 白方继续敲 带将一个先手 先手带将打国王跟陈宝 只能硬着头皮 选择陈宝保护 主角给宝生根 挡住皇后 好 那皇后吃回来继续敲15 顺便配合陈宝敲16兵 或敲16主角 所以黑方选择的是 陈宝给主角硬生根 硬着头皮挡 但是各位只有应该发现了吧 在这个局面下 白方准备就开入局了 没错 就这步起小兵敌武 时间强行冲开 你如果城堡吃的话 直接获得城堡 你如果主角吃的话 也是骑士敲 黑王真是岌岌可危啊 所以实战中 黑方所选择的是 主角第七退回去了 但这个时候也没办法了 白方一个先手 直接打王 把王赶回家 赶到G8格 再来把兵吃掉 让你连这个骑士 想逃出来的机会都没有了 而且吃掉这个兵之后 还包含什么隐藏技巧 还包含了一个 准备未来 想要冲击敌兵 想要冲击敌兵 一个闪击带杀奇 所以实战中黑方所选择的是 先走小兵A5 把这个可怕的骑士赶走 而白方选择一个退后 做什么事情呢 这只骑士准备往 D3 C5 踩掉主角 小兵从击 皇后打王 而实战中他选择的是 黑方选择的是A4 什么想法 继续还要思考 把骑士复活 但是也是不行了 白方一个先手 打主角 黑方选择的是 给城堡找一个路线 可以过来支援 白方敲主角 黑方敲骑士 白方冲兵带先手 黑方这边 根本没机会出城堡 他选择的是 只能把这格子给国王了 好 轮到白方了 白方一步骑 城堡16 摁住 直接让你整个局面 被卡得死死的 皇后城堡 准备就要来杀黑王了 好 然后我们继续看对局 对局中 白方走完城堡16之后 黑方走的是小兵G6 黑方想说 尽可能架起主角 堡垒主角 城堡复活 全部复活 然后再用主角敲掉 橘额兵 解放骑士 同时两个城堡 扩联过来支援 但是为死已晚了 为死已晚了 因为白方的一步骑 只剑把黑色戳穿了 城堡敲G6 好奇啊 各位 这部城堡敲G6 是扎扎实实的先手 黑方可就不能不敲城堡 实战中 他敲了 一敲之后 白方一个皇后16 带先手抓双 实战中 国王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逃 白方选择的是 吃饱带将带先手 准备就把皇后闪开 让这个兵 之间强制变后 而且这个皇后F5 同时还包含威胁H5 实战中 到这里 黑方也就索性认输了 那下次伯根 又会分享什么精彩好奇呢 咱们下回再说 你们的点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就是我更新的速度 谢谢 这里是伯根的西洋棋 那个啥 订给月 下回好奇不迷路